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见最落魄的时候义无反顾的嫁给了她 那时候张希33岁 在2007年的时候张希曾怀过张伟见的孩子 孩子都八个月大了 张希却感冒不停 最终胎死腹中 两人都非常的悲痛 为了弥补这次遗憾 张希决定打牌卵针 这一决定不得不令人佩服 那时人人心目中的女神 却变得又老又丑又胖 和张伟见走在一起 都不像是一个时代的人 书记虽然经历了这些痛苦 但是张伟见和妻子 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但是两人依旧恩爱如初 而张希也慢慢的生怀了 被张伟见宠承公主的她 逐渐言直毁春 如今44岁的她年轻的 跟个18岁的小姑娘一样 对此你们有什么 想说的呢 现在又是一个人的 我 из这个人 应该说的 是一个人的 我听不懂 我说的 不打赏 又没变得 对鸟 我看他 帮助